抓住夏天的尾巴 最后再画一块西瓜吧 首先画个小三角 下面加根弧线 然后右侧分个很窄的小三角形 底下再加一根弧线 左窄右宽 一块西瓜形体就画好啦 是不是很简单 收藏一下 等会儿也动鼻试试吧 接下来用橡皮泥擦浅铅铅烤 用红色彩铅描形 轮廓可以来点起伏变化 瓜皮用绿色 大红色轻轻的平敷整个西瓜肉 右侧面稍微深一点 瓜皮用草绿色 白色果皮部分加点浅橄榄绿 然后用珠红色加深果肉 局部颜色化重一点 表现西瓜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质感 右侧面加红棕 区分正面和侧面 表现体积感 再加珠红过度 白色果皮部分叠加肉色 与红色衔接位置加点白色过度 黑色化西瓜籽 红棕加深周围凹槽 珠红往外过度 重点来了 先用提白叶点亮高光 再加点细节 用西瓜肉的颜色 把高光周围加深 卡一卡水润的效果就出来了 接着在白皮下边缘 叠加黄绿色 黄色和白色 把肉与白皮之间过度自然 深绿色化外表皮肤 黄绿和棕色提亮底下反光 白皮左边点上高光 周围用橄榄绿和橙色加深 表现水的效果 绿灰色化投影 黑色加深中间部分 浅灰色把周围过度自然 最后在右侧 加上一颗往下滴的小水珠 圈出水滴形 橄榄绿红色加深 再点亮高光 天天的西瓜就完成啦